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生长激素靠谱吗 担心咱们的孩子长不高 甚至带孩子去打了这个激素针 生长激素实际上我们用来干什么呢 就用来那些确实是生长激素缺乏的孩子 或者是说它有某种原因导致身材还小 确实是需要改善的孩子 介入身高焦虑的各位爸妈 赶快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养生路上不彷徨 朋友圈里找秘方 大家好 我是您健康路上的好朋友白杨 说起长个这件事啊 家长们绝不含糊 谁不想自己的孩子能够长高一点呢 可是论起实操来 要么那是佛系躺平 要么是拔苗助长 终究是错付了孩子们最好的黄金期 说到这个事儿 小鱼你怎么看 哎呀小白 那么为了今天的话题啊 我也是提前呢都在咱们的圈友群里啊 征进了很多爸妈的观点 那这是家长们的统计数据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说有75%以上的家长啊 是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的准确身高的 那么有30%以上的家长认为 只要营养跟得上 只见风就涨 那么35%的家长呢 在孩子生长迟缓的时候盲目乐观 相信23%可以蹿一蹿 那么只有20%的家长呢 会经常问过孩子的身高 并且进行检测和记录 所以说呢 那今天我们要更加的严肃 认真科学的讨论一下 孩子的身高问题 那么关于孩子身高的秘密 咱们今天可是为大家请到了一位 医学大咖来帮助我们解决难题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 来自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 发育儿科主任医师赵亚如医生 让我们掌声欢迎赵主任 主任欢迎您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圣经医院发育儿科的赵亚如 赵亚如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 发育儿科 教授 主任医师 博师生导师 东北三省发育行为学组主任委员 中华预防医学会 辽宁省儿保学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 实际上是发育儿科学会主任委员 辽宁省儿童保健技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欢迎欢迎我们的赵主任 那相信啊 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 对于孩子身高最疑惑的 还是自己孩子 到底在什么时候长多高 才算是达标了呢 那今天咱们的主任 能给大家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标准吗 有的 一般的来说呢 就是孩子的身高 永远是跟同龄 同年龄 同性别和同种族的孩子进行比较 因为你看欧洲人普遍的身高 要比亚洲人要高一些 所以这个种族有很大的关系 再一个呢 就是说同年龄 同性别也非常重要 你比如说 你说我五岁的孩子 一比二是不是正常的 那你看跟谁比 对吧 你男孩子啊 还是女孩子啊 就是这样的事来比 说一定要是和同年龄 同性别 同种族的人进行比较 那么比较呢 它是有个标准的 一般呢 是平均均值 就是说一百个孩子 我们平均起来 这个均值是多少 那么低于均值的两个标准差 或者是第三百分位 那么这样呢 就叫矮小了 否则的话呢 在这个范围内呢 这个就是正常的孩子 就是我们一般的来说呢 就是有一个生长发育的 一个曲线图 你看这写了 中国二到十八岁男童身高 体重百分位 这个曲线图 我们这个就是说 刚才我说的第三百分位 就是这个第三百分位以下 就正常人啊 都是沿着这两个黑线 这么往上长的 但是呢 多数情况下 是在中间这条线 这个是第五十百分位 就是绝大多数 差不多平均值 平均值 那么如果你低于这个第三百分位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就叫矮小了 那么高于这个第九十七百分位呢 这个呢 就是相对的高了 这个是男孩子的 我们通常情况下 还有一个女孩子的 在哪找呢 就我们呢 有一个健康手册 就小时候打预防针 体检 健康手册 就有折着的 就有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你要是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我的孩子啊 每次体检去以后 长了多少了 然后就 你就得这样画一下 就OK了 主任我特别想问一下您 刚才您给我们两个这个曲线图 一个是我们的身高 一个是体重 那么评判一个孩子 他这个生长曲线 是不是处于正常的 一个范围之内的话 我们是单凭身高 还是单凭体重 还是要两者相结合呢 其实两者 当然都要结合了 我们说嘛 短期营养看体重 长期营养看身高 那么这是看他营养 那么孩子 我们主要是说 谈他身高的问题 除此之外 还要谈他的匀称度 那么如果这个孩子 你看他身高和体重 都是在正常范围 可是这个孩子很胖 或者很瘦 我们这知道 但是与什么有关 与孩子的身高 别的体重有关系 就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说 看他的匀称度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主任 其实说到这儿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身高 到底是什么因素 所决定的 说到这个问题 小鱼 你怎么看呢 小白 这问题可拿不倒我 这个遗传因素 是非常主要的 它肯定是这个爸爸妈妈 这个身高不达标 所以影响了孩子 那到底这个遗传因素 是我们遗传了爸爸呢 还是遗传了妈妈呢呢 实际上这样的 就是遗传 确实对人的身高 影响很大 那么人的基因 它来自于父母 是共同起作用的 父母每人来一半 那是不是就50% 不是绝对的 每个人呢 都有个体差异 有的孩子可能 随妈妈多一点 有的孩子随爸爸多一点 就像咱们说的 说你看 爸爸妈妈的优点 都被他长了 那还有人说 这爸爸妈妈的缺点 连我们祖祖伟伟的缺点 都被这一个孩子给长了 就是这样子 它有这个基因 它表达的不一样 在每个个体中 表达的不一样 所以也可能随爸爸 也可能随妈妈 但是遗传呢 并不完全决定 孩子的身高 遗传大概占身高的 百分之多少呢 大概在70%到80% 其实比例还是挺大的 所以也就是说 你说爸爸多高 妈妈多高 那将来孩子身高有多少 我们是有一个计算公式的 计算出来这个公式 我们怎么看呢 也就是说 它有70%到80%的可能性 是在这个范围 那但是不是百分之百 毕竟不是百分之百 还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是后天因素决定的 那主任刚才您说了半天 这个计算的公式 赶紧告诉一下大家吧 大家伙现在在电视机前 赶快来算一算 是不是 看看达标没 这个计算公式是这样的 男孩子和女孩子是不一样的 男孩子的话呢 就是父亲的身高 加上母亲的身高 再加上13 然后我们再除以二 这样的话呢 就是男孩子的身高 然后女孩子的身高呢 是父亲的身高 加母亲的身高 再减去13 再除以二 比如说哈 我们一个孩子 他爸爸是一米六五 妈妈呢 是一米六 这样的话呢 这个加起来一米六五 加上一米六 是325 325 如果我们再加上13呢 是多少 是338 338 我们再除以二 是多少呢 169 对 他的遗传身高呢 是169 那他一定就是169吗 说他是有个范围的 是加减五 加减五 那么169是一米六四 到一米七四之间 就是说 他这个身高 是一米六四 到一米七四之间 那主人刚才啊 您说除了 这个遗传方面的因素 我们是改变不了的 那他生活当中 还有哪些因素 可以决定我们 孩子的身高问题呢 对啊 你说的这个问题啊 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 对于我们医学来说呢 我们可以做工作的 就是剩下其他那一部分 也就是20%左右的空间 是我们医生 可以做工作的 那么我们做的工作 是什么 就是与哪些因素有关 营养 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因素 营养 睡眠 运动 疾病 这些个 都与孩子的生长有关 如果你慢性营养 不良 或者你过于诽谤 这个都会导致 孩子身高增长的缓慢 另外一个呢 睡眠 睡眠少的孩子 他生长激素分泌的少 那么他就长的就慢 那么睡眠 需要保证孩子 充复的睡眠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运动 运动本身 能够促进 生长激素的分泌 然后因为生长激素 它是脉冲分泌的嘛 那么运动本身 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 所以保证孩子的运动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年 你看那个 中国营养学会 推荐的那个 膳食宝塔 它里头 就有一个最主要的什么 就做运动 不要让他静态 就是老等的看手机 看派的 这样增加运动之后 第一防肥胖 防止古灵过早的闭合 第二呢 能够促进自身的 生长激素分泌 让他长得更高一些 让老曼芝告别可谈喘 让哮喘 慢走肺不再反复发弱 健康朋友圈 联合研读呼吸病医院 共同打造 让爱呼吸行公益活动 详情请咨询 0242837999 中医传承 将心悠远 高真堂 传承国粹 弘扬中医药文化 创新理念技术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液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未病先防 育病防病 以病防促 育后防腹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造福百姓 助力健康中国马 大医经常 良医好药方现效 熬治后凡 医人心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好医好药 好高方 提高诊疗效果 为健康 保驾护航 欢迎回来 今天做客 健康朋友圈 节目的嘉宾 是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圣经医院 发育儿科的主任 赵雅如医生 电视机前的圈友们 大家可以拨打 我们的电话 024-2318-6065 向我们的赵主任 来进行提问 同时大家也可以 扫描屏幕上方的 二维码 关注 梁氏健康朋友会 跟我们进行留言 我们都会第一时间 来帮助您解决难题 赵主任 其实啊 现在很多这个父母 对于孩子的身高问题 都会有很多的焦虑 担心咱们的孩子 长不高 甚至带孩子去打了 这个激素针 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其实是呢 是遇到的很常见 现在吧 就是因为有了身高增长的办法 或者有的人啊 就是觉得 你看我刚才提到的 比如说生长激素 生长激素呢 实际上我们用来干什么呢 就用来那些个 确实是生长激素缺乏的孩子 或者是说 它有某种原因 导致身材还小 确实是需要改善的孩子 这样的话呢 才用生长激素来治疗 但是也确实有好多家长 说我对身高不满意 比如说我上个星期啊 我就看到一个孩子 她这个女孩啊 已经1米58了 实际挺高的 因为她家长并不是太高 她妈妈是1米59 她爸爸只有1米70 我们可以用那个公式算一下 她的一串身高 这个孩子完全达到了一串身高 而且还超了一点 她竟然追求的是什么 说我的孩子啊 我想让这个女孩长到1米7 这个就是完全为了改善身高 而用生长激素 超出了生长激素使用的失应症 就是这样的 这有点满了 有点满用啊 主任那今天您能不能给咱们电视机前 这些宝爸宝妈们明确一下 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说明咱们的孩子可能去需要进行医院 进行检查一下呢 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孩子确实长得慢了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孩子 你看他矮吗 他不矮 但是他长得慢 他生长缓慢 就是年生长速率不足了 那他一定是有原因的 他不会无缘无故长得慢啊 那么长得慢了 即使他不矮 也需要上医院去做检查 看看到底什么原因导致孩子长得慢 别等着辣了很多 到需要追赶生长了 你才去上医院 你早点去这样的话就很早点找到问题的原因 很快就解决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原来没注意到 现在一看孩子确实是矮小了 怎么知道矮小 刚才我们看了 就这么一衡量 你看这个孩子确实在第三百分位以下了 这个时候一定要上医院去了 再不去就不敢烫了 因为你一般的来说第三百分位以下 那么这个孩子至少拉了七个厘米以上 那么你要拉一个两三个厘米 拉个三五个厘米 说实在话 你就很快 你每个月追一个厘米 那你就几个月在一年之内能追得上 那么如果你要是说拉了七厘米上 甚至十个厘米以上 那么你这个时候 你再想就是自己追赶就很难 因为啥 因为你平常就比别人长得慢 你每年都比人多少少长一个厘米 那你要现在 如果你要像比别人多长一个厘米 你拉了十个厘米 那你每年多长一个厘米 你多长时间能追上来 所以你就不要等了 都挺远的了 晚上拉的太多了 你才去追 所以就是说 你要一旦发现了孩子 已经到了第三百分位 那么这个时候就赶紧上医院吧 那么刚才说到这个早诊断早治疗 那说到这种情况 我们到医院之后 会对孩子进行哪些检查呢主任 这个是这样的 那我们主要还是医生啊 还要问一问这个孩子 到底是什么原因来的 在多数情况下 他长得慢 你比如说 从什么时候开始长得慢的 多长时间了 对不对 因为不同时间 慢性长得不良 和现在这几个月长得不好 那他可能疾病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吃喝拉撒睡 哪方面有问题啊 这是一些 还有没有一些反复的感染呢 有一些什么 其他的相应的症状 首先问问他的症状是怎样的 然后呢 再看看这个孩子的体症 那长得匀称不匀称呢 那匀称是一种病 那他不匀称可能是另一种病 那他匀称呢 那可能是一些什么原因 比如说生长激素的缺乏啊 或者是一些营养素的缺乏啊 如果他是特别胖的 那又矮的 那可能是另一种病 再一个呢 就是说他上不凉和下不凉不一样 就小腿特别短的 晚上或者是长得七星怪状的 那个头有样 那很可能就是一些 内皮密疾病啊 遗传这些病啊 就首先 就医生根据临床的表现 来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 他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 哪方面的问题 是营养的问题 遗传的问题 还是一个疾病的问题 这样是来判断一下 再一个呢 要看看他的骨灵 对吧 就像有的孩子啊 他虽然是现在矮一点 像刚才说的 他虽然矮的不太多 他虽然矮一点 但他骨灵是落后的 但是呢 就是说又没有查到其他的疾病 那OK 那我们可能就等了 他可能是个顽掌 那如果要是说 他虽然现在不矮 他骨灵明显地超前了 那你看又有新发育 或者又有其他的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也是个问题 所以骨灵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剩下其他的一些检查呢 就根据你看到的孩子 这个体症和问到的病史 来做相应的临床检查 那我们刚刚说完了 这个检查的问题了 如果说一旦出现了问题的话 真的是存在的话 那我们会进行 哪种方式的治疗呢 那主要还是对应治疗 看它是什么原因来的 它营养不良来的 那它缺乏什么样的营养 那你就给它补什么营养吧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 微生素D缺乏 钙缺乏 那这样的孩子呢 他就尤其是生命早些 三岁之内的 那这种缺乏的很多 孩子微生素D缺乏的时候 他睡不好觉啊 牙出得也晚啊 长得也慢啊 又是螺旋头 又是O型 又是X型腿的 这样的话实际上 你补充几个月的微生素D 这孩子可能就传上来了 那如果它是生卵急速缺乏来的 那么你可能就用相应的治疗 它可能就上去了 接着就是说 它什么原因来的 我们就针对什么原因来进行治疗 最软和的硬菜 牙口不好都能嚼得 金头八脑 它来了 哇 好大的肉啊 这金头八脑炖完了之后 这大块的肉软糯Q弹 不管是配米饭 还是下面条 还是把它当下韭菜 这个呀都特别的适合 嗨 各位来测评 这个呀还真行 我忘了什么 我忘了 就就就说 其他用你 如果直接摆栏 还很用 对咱们 在这给你 说吧 那我现在有什么 不明白 是我们的 不用对 那你 不可以 是 这个 怎么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开出生一直到生长结束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过程 那么从年龄越小 营养素的影响越大 那么随时要关注孩子的身高增长 那么就是定期上医院检查 这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你看我们的保健标准 那么小孩子一岁之内每三个月至少要去检查一次 那么一到三岁之间的话呢 每半年要检查一次 那么三岁以后的话呢 每年呢都要检查一次 感谢赵主任的分享 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记住赵雅如医生的出诊时间 就是在每周二 周三 周五的全天出诊 是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 南湖院区的发育儿课出诊 那么有需要就诊的患者朋友可以提醒